九千二民眾來報議中政一分教 這件事引起就有很多情意 今天大衛省官警察跟本雍林的團體 出面來批評說 警察的尊嚴 讓人這樣吞打 也只比說過路的公法 這是要簽法律的節制 五天報議以來 又加上四月十一號氣暗 民眾報議中政一分教 要求分教長方養人就欠下台 儘管還有北市的政議 認明頂頂的團體 以散會頂行動來標示支持 也批評這些民眾是挑戰公款力 以路過的公款是加做不加動 還有發生代表說 學問發生以來 另外一種社員受到阿伯 讓他沒辦法接受 三二四那一天 我們系主任PO了一篇文章 說主要是說孩子們回家吧 他就被幾乎全系的同學圍剿 請問一下這是我們要的社會嗎 這種以下犯上的 我大陸的朋友跟我說 不到台灣 不知道文革還在搞 這位團體又學生說 不管訴求是甚麼 都不應該超過法庭的題材 金星輝說 未來有關無料 還是批評警察的言論會搞搞定 我們這一群警察絕對不會再沉默 只要以後公然汙辱警察執法 我們絕對會出面案令告發 北市建議的民族號召民眾 會補三點為主要公眾出現 作為要走到中情一分中 內部新聞警察 記者丹蘇君 重視省 台北報道